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板 欢迎来到民众阵线 中俄贸易暴涨 中国称国际制裁最大漏洞 美国财长耶伦要求中国改变经济结构 那么第三个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答了记者问 他做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检讨 他说如果现在想对自己年轻的时候说什么 就说自己年轻太天真了 把西方想得太好了 所以说普京反思 那么有网友提出 如果20年前普京跟中国就已经开始携手合作 现在的西方国际坏日子和不舒服的日子将来得更早 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等会我们继续说 那么昨天普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长大四个小时 那么担任现场 普京总统现场同声传译给全中国CCTV的这个同声传译 就是我之前 大家还记得我找了这个一个乌克兰女孩做的期节目吗 是在俄乌战争之前做的 俄乌战争之前刚刚做这个节目 一段时间就打了 那个叫阿丽娜 阿丽娜呢 当时我还找了一个翻译 一个翻译呢 就是这个李立群老师 李立群老师呢 就是 也是这一次担任 心灵向中国的同声传译 这个 所以说呢 近两天也是在莫斯科 我觉得呢 作为这个朋友也是很欣慰的 能有认识 这样的朋友 大家就是 对俄罗斯各方面都比较熟悉 也是当年 李立群老师也是当年这个公派 教育部公派到俄罗斯去留学的 所以很欣慰啊 能自从做了这个频道以后 认识了很多啊 这个 人才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 也学习了很多 所以说一直都是 在路上 抱着一颗学习感恩的心 好吧 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一个小事 中俄贸易暴涨 中国称国际制裁最大的漏洞 日经亚洲星期二报道说 因为正在访问日本的北约官员 呼吁对中国支持俄罗斯新闻 进行干预 我们应该努力阻止中国在实力上 对俄罗斯人的支持 这非常重要 北约的捷克代表 俄罗斯斯基说 北约成员国的代表 常驻布鲁塞尔 他们负责制定外交 国防和其他部长级会议和峰会的准备工作 兰多夫斯基与其他来访的北约代表 于本周一 在东京啊 会见了日本外相上川阳子 中国贸易啊 继续异常暴增 官大人士指出 兰多夫斯基关于中国在实地上 对俄罗斯的支持 并非空血来风 北约对中国合作的担忧 似乎也合情合理 根据中国海关总组 12月7日公布的统计数字 23年前11个月 中国贸易总额为 2181.76亿美元 同比增长26.7% 最终 俄罗斯从中国进口 骤增50.2% 显示在国际制裁之下 俄罗斯对中国货物需求的剧烈增长 而据中国海关统计 中国出国到俄罗斯货物品类来看 汽车机器零部件增长4.5倍 约占整体出口额的20% 不仅是普通汽车 卡车和工程机器的数量也在增加 因为北约军界资深人士告诉美国之一 俄罗斯从中俄迅速增得贸易中 获得巨大好处 尤其是从中国获得俄罗斯维持军事装备生产所需的 一些军民粮食产品 配件和原材料 中国和俄罗斯贸易总共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持续攀升 2022年增长约29.3% 从前一年的1470亿美元 升至1902.7亿美元 中国两国领导人在19年盛比的宝负上 确实双方贸易翻 在2024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目标 这个目标 因国际制裁而提前一年达到了 中国成了俄罗斯最粗的大腿 中国成了俄罗斯的最粗的大腿 目前中国稳居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中俄贸易占俄罗斯外贸总额达34% 中俄贸易占中国外贸份额也有 2%上升到4% 中国贸易似乎只是中国外贸盘子里的一根小菜 但却是俄罗斯盘子里的主菜 中国成了俄罗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经济 依靠全年降达2400亿美元 这23年的贸易数字达到2400亿美元 那么另一幅画面是欧美韩日对额贸易大幅下降 欧盟对额贸易额下跌超78% 美国对额贸易额下跌超85% 韩国对额贸易额下跌约45% 日本对额贸易下跌约50% 所以说这个 这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实力 俄罗斯占中国的贸易额只是一根小菜一根葱 但是中国占俄罗斯的贸易却是一根大腿 所以这就是目前我说过 所以老兵就想跟当时的网友讲 把这个话还给当时的一位网友 有网友说 你现在也标题打了 这个说什么俄罗斯是中国的加拿大 那现在是不是 为什么老编在这里能开节目 能做频道 能有这么多粉丝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 我说这个俄罗斯就是中国的加拿大 而且他的这些 他弄的这些土地 他这个土地上面很多产品 就是我们只需要他的这些能源产品 但俄罗斯这个国家呢 他重工挺厉害的 但是现在的重工呢 也是停滞不前 对吧 因为他没有这个缺乏相应的市场 所以说呢 北京呢就是不断的要把这个俄罗斯 这些啊 这些当家的 看家的这些本领给弄过来 你比如说这个 尤其是这个大飞机的 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技术 大飞机制造 这个是俄罗斯对中国目前还是 这个在谈判当中 这个项目没有掉 就CR929 这个项目没有没有掉 因为确实是 你作为盟友嘛 确实自己需要去合作 去取代这个空客 对吧 就是取代这些波音 你在自己的这个飞安的安全这一块 对吧 你确实是需要考虑这一点 因为你俄罗斯之前跟西方好的时候 波音的飞机也他妈三天两头 坠一击啊 大家那时候还记得吧 后来俄罗斯啊 跟西方就是不 这个关系不好了 他这个坠机事件就少了 中国之前这个东航也是 对吧 也是坠机 中国北京很清楚 是不是美国倒的鬼 对吧 很清楚 所以说你这一种飞安 你既然说那么多小弟跟着我们混 那这种项目呢 就是要落地的 CR929 对吧 自己 要搞出来 取代这个西方的 这个大飞机制造 对中国来讲 那我们有了这个技术 我们将来可以实行这个自主 对吧 那这是一个 那还有 这个俄罗斯这边 我来到这个 这个现场以后 我发现 那确实 大量的中国的汽车 在我们国内 可能你觉得是什么杂牌的这种车牌 什么吉利 地豪 长城 长安什么汽车 这种 武林 这种可能我们觉得 就一般般的 或者说 有些人可能有一点点虚众性的 可能会买个国外牌子 但是这些牌子在俄罗斯这边卖的相当好 而且他妈 他妈骑着怪了 我感觉这种车子啊 对我以前在国内我没觉得 但我在俄罗斯之后 我坐了很多他的那个Dexi 他妈都是我们国产的这个车子 而且我觉得质量还挺好的 坐的还挺舒服的 啊 是不是他妈国内跟国外的这个版本是不一样的 挺他妈奇怪啊 就是确实是非常多 就是俄罗斯现在很多 中俄之间现在的飞机航线上面商人 就是来往的商人是非常多的啊 还有一个异常增长 还有一个原因啊 光是这一些 就原来西方的充实俄罗斯市场的东西 现在被中国填补了 还有一点 就是我之前讲的啊 其实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这个欧盟也好 尤其是欧盟啊 欧盟其实是在跟中国跟俄罗斯做 中国是第三方的转口贸易 就原来的那个市场的那些东西 还是在通过中国这边在往俄罗斯买 所以说那个德国 就是说增加对中国的这种投资扩厂 原因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以前有一部分是这个 德国的这个业务 那么现在他在中国这边 通过中国这个口子向俄罗斯做这个生意 做这个生意 所以说呢 这个这就是中俄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么普京呢 也是做出这个检讨 说如果对年轻时候的 就现在自己对年轻时候的自己 就说啊 说弗拉基米尔 你二十年前的你太傻了 你这个傻逼啊 你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相依西方呢 这个问题呢 倒也不是说 普京他他个人的问题 大家要知道 一个时代有什么样的领导人 为什么是这个领导人上 他实际上领导人 我说过 有一个专业词汇 政治词汇叫产物 叫历史产物 就说 因为你这个国家走到了这一步 而且大多数人的这个意识形态 和社会的心理 他就是会选择这样一个人 尤其是在他们这种啊 象征性投票的国家啊 或者说什么时候 怎么就说怎么样去投票 就是这种所谓民主制度 它是最明显的 你比如说 这个阿根廷选这个米莱 那阿根廷人就是不行 就是垃圾 对吧 为什么 如果你们国民不垃圾 你们国民他妈的毕竟有智慧 你们会今天这个毕竟吗 对吧 那就是这种很反制的 就是这种 就是说明他们的这个思维 大部分人的思维 就是很极端的 包括今天这个 欧洲 有白左的领导人 纷纷下台 现在很多这个极右翼的这个都上台了 也一样的 就代表就就代表说 他们这个社会的一体两面 就代表了说 他们要么在负责 他妈比这个白左 这个这个穷则 啊 法西斯 这就是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 国民的国民性 就是国民这个脑子里想的这个 问题就是很极端的 所以他们既然说不走白左 开始欧洲开始在走极右翼的道路了 啊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了 啊 那基本 还有甚至是民粹 那基本上说 他们这个社会就已经开始 已经在衰退了 很明显的 那么 OK好 俄罗斯呢 也是他们有一个情形叫西方情节 或者叫欧洲情节 就认为我们是欧洲人 我们应该跟西方融入在一起 但是你对于这个掌握西方的这些昂油混合体来讲 始终是认为你是不被信任的亚洲人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人是这个维京人啊 和这个斯拉夫人的这个杂种 他们总是认为说 俄罗斯人是长着白人面孔的达达人 就是说长着白人面孔的达达人 但是他不属于是这个白人 而且再加上他们信东正教 这个也不被这个犹太所认可 最主要的就是共激会 他们犹太 他们是信犹太教的 他们是极其反感 以耶稣创立的这个东正教 耶稣创立的基督教 正宗就是东正教 有宗教跟种族的原因 这两大原因在 但是他就十分钟 他不会带你玩的 再加上你 不能从历代沙皇 到后来苏联时代 再到普京时代 他们都是有一种意识形态 那就是反犹太人 反犹很厉害的 对吧 在俄罗斯也是差一点又被 差一点被犹太人控制的时候 普京出手 把那些寡刀全都干死 用暴力手段全都干死 他也没有 没有油油头的 对吧 那斯大林那个时候也是啊 那个时候建立苏联的时候 一半都是 一半全是这个犹太人 包括列宁也是犹太人 这个托洛斯基也是犹太人 还有那几个什么 你耳术能详的那几个 什么加米涅夫 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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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几个 基本上全是犹太人 那么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 他就是认为他是不可教化的 奴役不了他的 那就搞你 所以说普京呢 他就是说俄罗斯这个国家很有趣 他不能他不能作为一个主体 大家发现没有 因为他的国会就是双头鹰 所以俄罗斯他不能作为一个 一个主体的存在 要么他他就是他这个鸟 这个老鹰 要么开向西方 要么就开向东方 你看现在中俄贸易的急剧增长 和目前的这种中俄的关系 不就是他的这个向东看了吗 对吧 就是人家讲就是说 给你一巴掌你向西看 给你一巴掌你向东看了 那现在西方抽了他一巴掌 他两个脖子都他妈转向东方了 对吧 那道理就是就这样的道理 所以这种西方情节和欧洲去欧洲情节 这种情节其实很傻逼的 所以说你看 直到俄乌战争开打以后 他才肯放什么中级乌铁路 海参碗才肯放给我们做转口贸易 对吧 允许你东北获得这个有限的出海口 对吧 这个就是说他之前一直在防范我们 普京这个人他一直在防范我们 直到他俄乌战争开打前 他到北京来参加冬奥会 跟习近平讲 他就想获得西面 别说是习近平也是挺厉害的 也有两把刷子能把这个普京这个对我们的疑心 给他逐渐的去掉消除 所以说才有今天的这个这个局面啊 所以我说过中国的领导人啊 是值得信赖的 因为他们是从一层一层六六 就是我们讲的他们六六层嘛 啊 他们是六道轮回过的啊 从他妈的这个村一级 乡镇一级 县一级 市一级 省一级 到国家级 他们是这样一点点上去的 所以他们很熟悉 这个就是说该怎么去做 所以说呢 我是极其信赖中国的领导人的啊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他不一定说他方便明明都都OK 啊 但是从整个来讲 他符合现在的这个需求 对吧 习近平的性格也符合现在 中国对外的这种强硬 但是这种强硬 我们不是辱莽的强硬 是谨慎的 谨小慎位的这种强硬 一点点的强硬 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OK的 那至于耶伦讲的 说中国要跟人家放开 说你都是国家控制的 啊 你这个不健康的 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妈扯这包蛋 就是说 你美国 你在你在想什么 我们很清楚 就是说 现在的中国是不适合放开的 为什么就不适合放开 因为 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形成 就中国民进的意识形态 没有这么拱 这么牢固的 对吧 中国是走这个国家资本的 这个是对的 就是说 等于说是这个叫积极主义 就走国家资本 就目前来讲 这就是我们像马英他们那些人 对吧 你就是社会能放开吗 他放开 他是配合 有可萨犹太佬 在当他妈的咱们的喇合 城中的妓女 这种人很多 包括滴滴公司也一样的 柳川之这种人也一样的 所以说至少说得 再培养个一到两 就是他女儿这一代也不行了 就再还要再继续 至少两三代企业家的培养 比如现在这个90后 00后的 他们上来 就是90后 00后上来以后 成为了这个中间力量了 那差不多 等于说 有很强的这种意识形态 觉得你西方也没什么了不起 你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 国家才对有些东西才能放开 不然的话 你放开那就是一种灾难 不然的话 你放开那就是一种灾难 所以说耶伦他在这里讲 他出这个点子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点子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坏 很坏的一个主意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 而且我们很多的社会中间力量 不具备这种素质 对吧 我现在放开了 你基本上都是充当西方的代理人 充当他妈的犹太老的代理人 把中国给他们掏空掉 是不是 所以说这种 就是想的不要想的 你美国就说这也不跟你美国管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